來關心科技部部長陳良基率團到美國 矽谷訪官 並且在駐舊金山辦事處 科技組舉行記者會 他說明這次在矽谷行程的目的 就是要與頂尖學術研究機構 以及國際知名企業交流 來推動我國高階人才的培育措施 史丹佛大學化工系系主任 Eric Schaffer 教授Kurt Frank 與科技部長陳良基 共同簽下合作備忘錄 這次陳良基部長率團訪問美國矽谷 主要目的就是要落實博士級人才培育政策 推廣博士創新執行計畫 這個計畫是協助國內四十歲以下的博士級人才 到矽谷學習 最新的趨勢和新創文化 連接前瞻技術發展以及人脈資源 協助臺灣連接未來科技發展 目前也有超過三十家國際公司 表達合作意願 提供的研習職缺超過百個 另外談到亞洲矽谷政策方向 陳良基說亞洲矽谷美國辦公室成立 著重創投 人才培育以及環境建制 這次來矽谷最重要的目的 一個是我們希望說臺灣的科技跟矽谷這邊科技有更多連結 特別是在未來的人工智慧的應用方面 尤其這幾年我們都知道人工智慧一定是未來一二十年 很重要一個技術的核心 臺灣在整個半導體還有行動通信裡頭跟矽谷連結一直非常好 我們希望在未來的人工智慧將來這一二十年的發展 也能夠跟矽谷有更強的一個連結 這次產量機也拜訪了多間國際知名大企業 NVIDIA IBM以及Intel等洽談產業技術研發合作 他表示臺灣創新創業中心將會持續領選由潛力的新創團隊到矽谷發展 培養次世代的科技人才 台灣觀念是黃本初 美國順和熙採訪報導